辯論還是有一點 知識量還是很重要 你那個有內容沒內容 你一定會知道 到底講老半天你知道 其實可以講絕大落實的狀態下 當然沒有一個人在聽 但是你講錯一句話 那天的標題就只剩下那一個 這種事人我常常發生 這也是要小鮮的 醜會不值得 醜會不值得 醫生會要自己講 但是不值得 不值得 你知道嗎 錯過了 錯過了 所以台灣人家說什麼 德文哲沒有中心思想 奇怪 沒有中心思想 不然倒過來 國民黨的中心思想是什麼 民進黨的中心思想是什麼 所以我今天講 台灣民眾黨 其實台灣民眾黨的中心思想 都在上面這五個字 第一個是台灣 這個就是以台灣為名 你知道 台灣主體性 其實我跟你講 他是出自台灣的本土政黨 主義台灣派 以前 叫什麼天然獨 我覺得 不是天然獨 真正叫天然台 台灣贊成統一的3% 贊成獨立的7% 贊成維持現狀的90% 這事實 在民眾 他是一個思想概念 政治要落實在人民生活的每一天 讓人民過好一點的時候 人民才是政治的對象 為什麼要講這個 你知道 這就是 我一直對這個 民進黨的反駁 他說柯文哲沒有中心思想 我說 我說 我說我當醫生怎麼沒有中心思想 醫生的中心思想是什麼 手術要成功 病人要救火 要恢復健康 對不對 對我們來講 你知道 手術 化學治療 標靶治療 這個 放熱線治療 打分析 機器人 還是這個 內視鏡開刀 對我們來講 這一些是工具 不用當把工具當作目的 所以這個 台灣民眾黨 這個民眾兩個字 他已經 要講一個概念 人民才是政治的對象 政治的主體 意識形態不是 這個就是 對我來講 你知道 反核是工具 還是目的 工具 那什麼是目的 如果 反核比較好 就反核 他說反核對老百姓沒有比較好 那就收起來 對不對 應該是這樣 所以 這是我對民進黨的批評 就是說 你到底 你民進黨的 政治的目標是 你是老百姓還是你的意識形態 這是個很嚴肅的題目 所以 黨是這樣 要走得快一個人走 要走得一群人走 眾人智慧超越個人智慧 如果你的組成過多元性的話 給大家聽過一遍 其實確保 決策的品質會好一點 所以要相信眾人的智慧超越個人的智慧 我跟你講 單挑彎突彎 你們要贏過柯文哲很困難 我也知道 可是如果一個打十個 你覺得我還會贏 那很難的 這才是民主的真諦 所以台灣民眾黨 這五個字你知道 它基本上它是有思想的 一開始在定黨名的時候 它有思想在裡面 台灣是主體 民眾 人民才是政治的對象 黨它是一個思想 它強調是眾人的智慧 決定政策有三個決定因素 民意、專業、價值 民意很簡單 專業就是科學 價值就是什麼 價值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 你決定做跟不做 你是用什麼原則在你心中決定 因為我講說利益 對利益我也知道 但是總是有 除了利益外還有一些什麼東西 我倒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不應短期利益犧牲長期利益 不應少數利益犧牲多數利益 不應政黨利益犧牲國家 這叫價值 為什麼要講這個你知道 有人可以告訴我 民主跟民粹什麼區分 答案在這裡 民意、專業、價值 對不對 沒有專業、價值的民意 叫做民粹 就這麼簡單 如果全部按照民意 每天都做民調 決定政策就好了 專業就是什麼 對就對 臭就臭 這就是我對賴清德 最近在這奇怪 核電的問題其實要誠實面對 你就是 沒電 不然你想怎麼辦 所以這個 其實核電的辯論很簡單 我們沒有說一定贊成或一定反對 但是現階段 因為你再生能源上來的速度 沒那麼快 所以你現在把核電關掉 再生能源建置還沒解決 所以中間就缺電 就這麼簡單 所以應該是核電先維持 那你再生能源上來 這個時候你要把煤炭減量 那你再把核電停掉 這邏輯應該是這樣 所以不管怎麼樣 核電在現階段 它是一個過渡型能源 就這麼簡單 那這科學 這有什麼好辯論的 不是啦 這有什麼好辯論的 所謂民意專業價值 專業 專業簡單的講 它就科學 行就行不行就不行 不要講屁話 價值比較難 你活在世界上 你的想法 很多人都跟我講說 啊 你講的整個半部沒有辦法 算不掉 你講的都沒有辦法 其實我跟你講 新潮流就是這樣墮落 新潮流以前就講這種話 啊 講的整個半部 算不掉 講的都沒有辦法 但是他後來為了他 把它選上當作唯一的目標 他在這個目標之下 合理化所有的行為 後來就come over 所以是這樣 價值 真正會讓你跟人家不一樣的是價值 你看你潛意識裡面你的想法是什麼 你堅持的是東西是什麼 所以民意專業價值 當專業價值拿掉 只剩下民意的時候 它就變民粹了 民粹了就要討好人民嘛 爽就好 讓我們直接進入我們今天的重頭戲吧 青年政策編論會 我們是第二組的支持安樂史正方 這個人的名字叫王曉明 1963年的時候 因為車禍成為植物人 他的父母 照顧他數十個年頭 可是我們都知道 人會老啊 父母也會老了 到了1982年的時候 他的母親 因為實在已經 年紀大了 無力在照顧他所深愛的女兒 黃曉明 於是他是台灣第一個 走向街頭 向政府請願 希望台灣 可以合法安樂史的人物 可是那時候遭到 多數立委的反對 如果一個人 一動也不能動 實之無味 也不能表達 就躺在那邊 對他而言 是不是某種剝奪 是不是某種剝削 是不是某種不公 可能為了符合社會期待 為了讓大家覺得 他是個英雄 他是個生命的鬥士 卻硬生生 把他最後最後的自由權 都剝奪了 今天你指的是植物人的案例 植物人的特點是什麼 他根本沒辦法表達自己的意思 你要怎麼確定 他有給出一個 他認為自己應該想要走掉的意思 安樂史的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要件 就是我們需要 安樂史他本身的承諾 問題是 你要如何確保 他的承諾是有效的 是他完全意識清楚 並且沒有受到他人的欺騙 詐欺 脅迫的情況下做出來的 當安樂史這件事情 已經發生的時候 已經是死無對證的情況下 你要轉回去確保 所以基於以上三點 安樂史的開放 雖然可能會有一些的益處 但是他總體對社會 對國家帶來的壞處 是必大有利的 因此我們反對安樂史的好不好 謝謝 剛剛說到其他國家有成功的經驗 這是你想要推行不在籍投票的 一個重要的一個依據 但是現在台灣有一個問題 台灣的左邊有一個超級大的國家 然後他非常想要併吞我們 而且那個國家他的經濟實力 跟網軍實力都非常強 你要怎麼保證你的電子系統 不會被中共給入侵 他不會透過網軍的方式 來干涉我們的選舉 要是他干涉我們的選舉 會不會對我們的選舉的公平性造成疑慮 反方專門挑出在中國境內投票的安全問題 這已經從我們原本討論的 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利的問題 上升到政治執行層面的問題了 所以看起來反方也是不反對 我們主張在國內實行意義投票的 這點我們要感謝反方支持我們的主張 我們要再次強調 我們主張在國內以及友邦和設有台灣經貿辦事處的 一個友好國家實行不在一起投票 中國的部分基於兩岸雙方現在的政治形勢 我們也認為是無法實施的 那這點請不要模糊焦點 在很著名的八尺門的辯護人 八尺門的辯護人這個電視劇中 有一個經典的台詞 台灣民眾有七成對司法公平性缺乏細心 七成五認為台灣法律只保障有權有勢的人 將近八成的人認為窮人比有錢人更容易被判死刑 但是有八成五的民眾支持死刑 什麼意思呢 這個中演員的林玉教授在2019做了一份報告 什麼意思 就是因為大家其實搞不清楚死刑存廢的議題 我們現在其實是一個科技非常發達的世代 像是有很多DNA多項的 星象的科技等檢驗技術的誕生 所以發生誤判的可能性在司法健全的國家 其可能性降到微乎其微 像美國自從恢復死刑之後 到近四十年有75人被聯邦政府判刑 但其中只有三人被處決 還有就是台灣呢 通常會判死刑 創這些重大的一些社會案件 例如台灣發生的女童割喉案 這根本不需要DNA檢驗 因為它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行的 而女童的父親母親就在現場 還有路人親眼所見 所以像這種重大刑案的發生 其實根本不存在任何冤案或錯判的可能性 所以如果這樣子的話 那公開行凶的惡性殺人犯他們逃過一死 那你說的司法公正在哪裡 或人道又在哪裡呢 可能並不是不只是科學的問題也是政治問題 政治是說服與妥協的過程 不是像關燈一樣怕沒了這樣子 德國用了54年的時間做完成這件事情 我不指望用15分鐘的時間來說服與妥協 去說服大家 台灣勢必也需要花更長的時間 但我希望的是大家要好好思考 我們真的準備好了嗎 核安問題核廢料的存放 地緣政治熱污染 我們真的準備好了嗎 技術設備足夠充分嗎 核廢料的儲存 現行並沒有一個很好的方法 我為什麼要冒著這樣的風險 依然去支持核能 就是講到了最一開始 您提到的國家安全 能源安全 當今天我們國家要除美 可是這個美的安全用量 就只有大概45天 50天的時候 你覺得一場戰爭 有可能只打一兩個月嗎 我們看看烏克蘭 他們是不是打一兩年 那當我們過了兩個月之後 我們的能源怎麼辦 這就是為什麼我會支持核能 接下來我們是不是來聽一下 我們的評審對於大家 剛剛在辯論會上的表現 有什麼樣的點評 這個辯論它其實是一個團隊合作 所以其實我會蠻重視說 大家有沒有讓每個坐在台上的人 後排幕僚團不算 三位是不是都有發到言 就是說希望這是一個team的活動 所以大家可以的話 每一位 不管在聲論還是在問答應答的部分 都應該要輪流可以發到言 剩下的就交給柯主席 來跟大家做點評 好 辯論還是有一點 知識量還是很重要 其實我在台下聽 你那個有內容沒內容 大家一定會知道 講話的時候 溝通 communication是一種 技術 技術一句話 態度比內容重要 態度比內容重要 所以那個颱風還是很重要 你在講話的時候 如果他掛一掛一下 繞一繞去什麼 如何講話會 to the point 這還是要訓練 所以常講說 會演是英雄 會表演的才是英雄 表演還是個技術 我在看的過程當中 普遍要上來辯論的人 時間控制還是太差 如果真的在總統辯論 這會變致命傷 到底講老半天 其實我跟你講 絕大多數的狀態下 大家沒有很認真在聽 但是你講錯一句話 那天的標題就只剩下哪一個 這種事情我常常發生 這也是要小心 仇恨值 不過仇恨值是這樣 選舉的邏輯又不一樣 如果是多席次的話 不怕仇恨值 因為你只要10%就要當選 像議員你知道 10%就夠當選 可是如果是選那種單一席次 不管是選立委或選首長 你是要過50%的 這種仇恨值高就不行 跟大家撒謀一下 知識量很重要 再來是 要讓你的講話有趣幽默 還是要訓練 那我的建議是 最簡單是唸讀者人在 唸100本 剩下就是 態度比內容重要 這要注意